字幕提供 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 稍微把你论文的架构 稍微说一下 就是说 你当初 因为你看你论文一共分成了四章 你的论文格式除了说 你第一章是故事的序曲 然后故事的序曲比较像一般的论文 第一章是导文导论 那样子 虽然你用的是比较白话的标题 这样子学 可是跟一般的论文大概还是若和福田 然后第二章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一般的论文也是会介绍研究的方法 好像写那个 才像论文吧 那文献探讨的部分 你并没有这样的一章 那当然我是知道教授我也要有一个交代 为什么 可是就是说你在你的记忆里面 还有当时的选择 你也知道应该有个文献探讨 那你自己在写的时候 对待文献或者理论 你是怎么看待它在你的论文写作中 自己心中他们的分量跟地位是怎么样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的文献的处理 基本上多数的文献还是来自于你 或像夏老师这一些的一些报告或曾经发表过的文章 那我记得我之所以比较敢这样子的处理 也就是说这样子的文献处理是不同大部分学术所认为的文献探讨和处理的模式 其中有一块是因为你给我的安全感 因为你常常告诉我说 先文献处理的那一块先不要处理 甚至你会蛮清楚的告诉我说 其实文献的处理很多种 其中一种是当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 你再去做 这句话对我来讲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我曾经尝试过在练习的时候尝试过用比较正常的文献处理方法 但是那种文献处理的方法好像只是把别人的一些知识跟经验做一个整理而已 对自己后面想要做的事情不见得有勾力 那样子的文献处理大部分只是处理自己的动机跟自己的一些目的和方法论 可是我用这种文献处理的时候是当我在写我的东西的时候 我发觉我哪一块是不懂的或模糊的 我回过头来去看这些 然后把这些看到的东西加以整理 对自己也对读者有个交代 这是我后来的处理方法 也让大家比较清楚 说我的行动研究实际上是怎样子的一个面貌 那好 然后所以你并没有文献探考这一章 对 所以那你第三章就直接写你的故事 对 那你的故事就是说跟你原来论文计划写的已经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就都不要了论文计划的都不要 本来不是写集体的 你在学校做集体的 几乎不见了 几乎不见了 那你也是 剩下一点点剩下一点点有关于教师会的部分 有关于教师会的部分 我怎么参与的那一块因为刚好我在写故事的时候 和原来在论文计划里所写的东西是可以用的 我把那一块拿过来修改 其他大部分都不见了 所以论文计划之后几乎是重写的 好那你在第三章试着把你这个人的故事作为一个男性 然后是来自于比较贫穷的阶层的家庭 怎么样一路上透过你的小心谨慎用功读书 然后成为一个教师 成为一个中产阶级 成为一个知识证子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可是还是处处在希望能够精打气率那样子 可是同时也还是觉得自己是比较卑微的那样子 那写了你自己的故事以后 然后第四章 就是说那时候我们还曾经有过蛮大的一个改变 因为我记得你原先的第四章现在放在附录里 论文中现在的第四章也是重写的 而且是我说我建议很重写的 对不对 那时候跟美真一起讨论 还有其他人 对不对 还有一个俗会 对不对 那你原先写的第四章 看起来是比较有结构的 比较有系统的 比较有清楚的发现的 有归结出一些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说你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 基于什么样的社会因素 那形成了你的一个样貌等等 其实本来是蛮清楚的 那后来我建议你重写的是 我说的是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太清楚了 我觉得你说的太清楚了 而且太逻辑了 所以我反而开始觉得 你在第三章的故事里面的那个力量 在第四章的那种逻辑的结构里面 反而不晓得要去什么地方 不晓得怎么样接下去 所以那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建议你重写 然后你好像也欣然接受 那 就是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 你觉得那个重写的经历 我记得后来第三章写到一个部分 就是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接着要写第四章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 会要写第四章 而且好像没有跟你讨论过 我要怎么去处理第四章 那时候其实已经快要学期末 大家其实都会盘算说 什么时候可以第一干嘛之类的 然后好你就说 某某某某某某 你就什么时候口试吧 那是什么 然后我记得我跟美真师 被安排五月多口试 我就想哇 那只剩下一个多月怎么办 那一个多月的话 第四章 应该是蛮理性的回观 说我前面的故事里头 其实是有怎样子的一种脉络跟模式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写 而且那个时候还没轮到换我去处理我的论文的写作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说先参考别人怎么写 那参考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参考 跟我写 跟我书写论文类似的这些人 他是怎么完成他的论文 那我找到像老夏跟老翁 翁开成他们指导的研究生里头 也有几个男性 男性他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 然后怎么去围观跟分析 然后我是在这样学着他们的处理 Copy他们的处理模式去完成第四章 然后完成第四章了以后 你们就给了我一些对于我原来处理第四章的回应 包括我觉得后来你觉得我这样子写 把自己的出入给封死了 还记得你是用这样的意义来回应我 觉得不应该只是这么处理而已 是不是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然后俗慧跟美真有意思的说 他觉得我不是像我第四章所写的那种人 他们认为我不是金鱼盘算的人 他们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 所以呢就给了我一些第四章重新处理的建议 包括我后来印象很深刻 还帮我很清楚的建议说 我应该怎么写怎么写会比较好 那些对我来讲都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后来夏林卿说 其实原来的第四章是很重要的 你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很清楚的建议我应该要重写 甚至像美真你们怎么 不是直接的处理我看到的第四章的资料的我 然后给我回应 而是脱离了我的原始资料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那样子 那这些对我来讲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把原来的第四章还是留着放在后面 是希望大家看到我的行动研究的书写 是怎样子流动过的 不过我自己也意识到说 我的第三章写到那个时候 突然之间变成冷冰冰的第四章的模样时 其实那个流动中断了 我又回到很科技理性的那种处理 不过你现在这样子问我 让我更清楚的感觉就是 其实我的第四章很重要 如果我没有经过原来的第四章的处理的话 我不知道我是这么会盘算的人 我不知道说我这么会盘算是因为有一些 譬如说负责任之类的一些想象跟脉络 才产生这么会盘打地算 我没有经过那一章的 那你的四章情境 对我都不会那么清楚的知道 虽然我很讨厌 当时很讨厌 我怎么是那么会盘算的人 甚至想否认我看到的那种事实 所以我也很喜欢后来的第四章 所以我也很喜欢后来的第四章 我觉得后来的第四章可爱多了 比较像人 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而不是工于心机等等 但是像年轻的回应 毕竟很重要 他让我很清楚说 第四章如果没有处理 就不可能有任何的 进一步的跨越 可是我刚刚试着想说的是 其实后来写的第四章 处理我 我还是觉得没有处理的很好 他毕竟只是把你们的建议 给copy 一直反映 我其实第四章大部分 还是反映你们给我的回馈 而不是我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感受 只是我刚说 你说了后来说那些话 突然让我有一个新的感觉是 我知道 如果我只是保留原来第四章的样貌 那我的故事 就是说 你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给我回应是 并不是因为我的第四章 把路封死 而是我如果只是处理成 原来第四章的模样的话 我原来的故事的流动 就没有流动出一个新的行动模式 跟可能 因为原来的第四章 还是重复操作我原来的模式 去过日子 这是我刚刚突然感觉到的动作 所以 所以 一个论文 对我来讲 这种论文 对我而言 如果要到一个不错的恩典 应该是 让我也自然的产生出新的行动模式 我不晓得我这么说清楚吗 那那个新的模式 对 我觉得还可以再稍微说的更具体一点 然后 我从你 就是 旧的第四章 旧的第四章 你做了一些冷的分析 对 那冷的分析 你现在看到的时候 其实那是有价值的 对 只是说这种冷的分析 跟你过去一些旧的习惯 还是一样的 一致性 虽然它其实还是有作用 对 可是对于打开一个 一个新的机会来讲的话 虽然带来一些了解 可是对于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新的出路 好像并没有那么相关 对 所以 后来重写的第四章 难道就 就是说 好像有延续了故事那样子的一个动力 第四章有出现 你自己有出现 应该这样讲 对 新写的第四章 你自己就跳出来说话 那 那 除了这个以外 我觉得 还有一个很重要 是你开始去处理权威 对 我觉得 走那么久 虽然一直 一直相信说 我 我不要被权威或这个品质绑着 可是真正开始有点尝试的时候 是日文写到最后的那个时刻 嗯 当然现在回观 其实那个时候是有尝试 但是毕竟 毕竟 还是 还是在顺从状态 只是说那个尝试的火苗 在那个时候 才真的有被品牌一点 嗯 它想象是你自己 发现到的 就是说 对 对 你发现到一个权威 一个权跟权威 然后你也 但是我觉得你在路里面 你有写的蛮贴近的是说 你有意识到它是权威 你也顺从这个权威 嗯 然后你也认为你目前需要这样的权威 嗯 嗯 嗯 可是当你都看到这些以后 其实已经表示你慢慢在 有力量在脱离了 好像 必须要有一个程度的认识跟理解 才可能做改变吧 嗯 嗯 我不清楚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说法 或理论 成不成立 但是 慢慢的感觉到 想要做 不管是要对自己 或对别人做改变 或对这个文化做改变 总是要先理解它 才有可能改变 嗯 这样的意思 那 呀 你 这个 tin 这 很 我们 就是 坐 车 车 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